舍弃大S跑回到韩国 居俊叶真实家敌被曝光 网传二人即将离婚 王小菲和大S的这段离谱婚姻 在即将结束的2022年 为网友们提供了许多笑料 此前大部分人都笑话王小菲 说她太怂了 如果没有张岚 王小菲将输得一塌糊涂 就在最近 有媒体爆料了更多关于大S和居俊叶的消息 称大S的婚姻即将迎来大反转 首先 菲俊叶接下来肯定会跑路回韩国 因为她的旅游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 必须回韩国重新办手续 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菲俊叶拿不出无犯罪证明 没有证明便不能在中国台湾定居 这也侧面说明菲俊叶底子不干净 以前没少犯事 另外 菲俊叶这次回韩还会不会回来找大S 是一个未知数 这次大S一家的事闹得沸沸扬扬 不仅中国人知道 韩国人 日本人 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人吃了这个瓜 即使是在韩国 菲俊叶这个过期明星又火了一把 随后有网友开始调查菲俊叶 发现他竟然在韩国早就有老婆孩子了 只是没有登记结婚而已 并且他和大S是双双出轨 两个人很有可能在2016年就开始交往 除此之外 网友们还曝光了菲俊叶的真实家庭 原来他并不是一个穷光蛋 只是享受吃软饭的感觉而已 送老婆一个热吻 送丈母娘一个拥抱 送女儿用旧裤子旧裤头改造的包包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菲俊叶是一位身家不超过50万的老男人时 有媒体曝光了 菲俊叶的真实经济状况 原来 菲俊叶名下有多套房产 而且都在韩国的中心地带 最贵的一套房子就在首尔市的汉江边 价值30多亿韩元 和宋慧桥 李莹爱等知名韩兴市邻居 当初 菲俊叶带着手工包包来到台北投靠大S 不仅住汪小菲的房子 睡汪小菲的床垫 还刷前夫哥的卡买裤子 所有人都认为50多岁的菲俊叶输的是一塌糊涂 是来找大S吃软饭的 现在看来菲俊叶也是别有用心的 据张兰爆料 菲俊叶虽然在韩国有房产 但也是欠了一大笔外债 在结婚前 大S并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在结婚后两个人才拼命地去刷前夫哥的卡 甚至想吞掉前夫哥在台北的酒店 大S也没想到自己在娱乐圈叱咤这么多年 到了中年竟然会被菲俊叶给骗了 并且影响了自己的名声 有媒体称 菲俊叶目前想要和大S结绑 不愿再装恩爱夫妻 想办离婚手续 可是大S认为自己才刚结婚就离婚 就实在是太丢脸了 所以一直哄着菲俊叶不让他走 如果说媒体爆料的这些事情是真的话 那不得不佩服地说一句 菲俊叶是个人才 近日夫妻俩参加一档访谈节目 在回答考验双方默契的问题时 两个人多次出错或者回答不上来 再说 说出 菲俊叶三首被翻唱成华语的音乐作品时 大S只说出了两首 最后一首尽管得到提示 也说不出来名字 在被问两个人一起看的第一部电影时 尽管大S一再提醒是周星驰的作品 但是菲俊叶同样说不出来 再被问到老公的鞋码 大S先说是50 再说42 最后表示自己给对方买鞋时都是趁他睡着时 偷着凉起脚 然后带着那张纸去买鞋 再被问到大S身上有几个刺青时 菲俊叶掰着手指头数完回答9个 但是答案是错的 大S指着腿部表示这里还有一个 而且是对方给他刺的 竟然忘记了 如果说音乐作品以及一起看的电影说不上来还情有可原 毕竟是跨国文化或者是年代久远 可是连对方的鞋码以及身上的刺青都不知道 这个真有点说不过去了 不像是正常夫妻间应有的状态 夫妻之间能够白头偕老 重要的是互相了解 互相扶持 而不是一时兴起 大S和菲俊叶的结合虽然有年轻时的缘分 但是时隔多年再次走到一起闪婚 确实缺少了解和感情基础 当然希望大S和菲俊叶能够有好的结果 像这次采访就像一面镜子 暴露了其中的一些问题 至于最后会怎么样 交给时间吧 最近 张岚汪小飞与大S一家人的大战在网上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帷幕 大S虽然没有正面发言 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她在背后主导的走向 最开始的汪小飞并没有非要和大S对峙 但是大S却以汪小飞不愿意给自己的付电费 而将汪小飞告上了法院 这样的举动才让汪小飞彻底不念旧情 非要向大S讨论清楚 而大S每次在网络上的发言虽然没有非常强烈的攻击性 但是却带着软刀子 这样充满了绿茶味的发言 让许多大陆上的网友都对大S这样小家子气的发言搞得哭笑不得 大S 小S 张岚汪小飞等人都轮番在网络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但是唯独一人居俊烈一直都未曾发表自己的看法 就连汪小飞公开喊话居俊烈不能自己买张床垫吗 这样带着嘲讽意味的狠话 她都未曾发言 直到网友扒出来 居俊烈几年前在公众平台上发出的日常 认为她早就与大S有接触 开始大肆攻击之后 居俊烈才开始一再回应 在此之前 她一直都躲在大S的身后 被攻击占尽了好处 甚至有网友戏称居俊烈为张汪徐巨使 虽然网友的话是对这场大战的调侃 但是居俊烈的表现确实有点过于软弱 不仅仅是她与大S结婚后 还住在了汪小飞的房子里 而且在面对大S的两个孩子时 她并没有做好了成为一个继父的准备 不仅如此 她对大S的感情似乎并没有她表现得那么深 一开始公布自己的婚讯 虽然与上一段婚姻相隔得非常短 但是很多女粉丝听到大S与自己的初恋复合 并且一直未婚 在知道大S离婚的消息时 她第一时间打来了电话 并且向对方表示自己在 甚至为了大S愿意一人前往自己语言根本不通顺的中国 这样的决心真的吸引了很多知情的粉丝 但是在了解完她以往的故事后 才发现 俊俊烈的私下并没有传言那般简单 虽然曾经的俊俊烈在韩国有过一段非常红火的时光 但是却并非一流明星 甚至就连大S的名气都比不上 而且当年的大S疯狂的迷恋俊烈 多次在节目中公开的表明 非常喜欢俊俊烈 甚至能够跟她认识都是自己人生最荣幸的事情 尽管当年的俊俊烈并没有费海仓那个的火爆 但是俊俊烈对自己的事业非常看重 与大S交往期间不仅从来没有公开 就连媒体采访问到大S 她也是表现的不熟悉 但就是这样的俊俊烈也让大S迷恋的不行 甚至公开许愿希望自己能够嫁给俊俊烈 但是在俊俊烈的心中 她并没有这么重要 因为大S影响到她事业的时候 她竟然直接澄清自己与大S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这样的举动让大S伤心不已 就连小S也在节目中公开的向俊俊烈喊话 称 让她姐一个女生这样难受合适吗 如果是个男人就站出来公开承担 但是俊俊烈却一直都没有回应 这样的操作与她面对汪小飞喊话的处理方式一模一样 都是用沉默来逃避责任 随着年龄的增长 俊俊烈并没有在娱乐圈闯荡出非常大的名气 为了维持生计 50多岁的俊俊烈参加了韩国真人秀 希望能够让自己名气回笼 但就是这个行为才让大家知道 俊俊烈究竟是个怎样的奇葩 50多岁的俊俊烈没有社交 没有女友 跟自己将近80岁的老妈在一起生活 看到这个年龄差 观众以为 可能会看到俊俊烈孝顺的照顾妈妈的场景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50多岁的俊俊烈在家中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每天都要将近80岁的老妈早早的起床 准备早饭 操持家务 在妈妈做好早饭的时候 俊俊烈还赖在床上不起 在听到妈妈的催促声后 俊俊烈竟然一丝不挂的在母亲面前走来走去 就连满屋的摄影机都没有让俊俊烈有任何的收敛 不穿衣服的他在屋子里到处走来走去 丝毫没有任何的羞愧 这样的行为 让忍不听和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都感到震惊不已 毕竟正常人都做不出来这样的动作 但是看到俊俊烈流畅的动作和他妈妈的视若无睹就知道 这是两个人生活的常态 不仅如此 50多岁的俊俊烈仿佛没有生活能力般 吃鱼还要自己的妈妈给自己挑完鱼刺之后才能吃饭 看到这样的过往 很多人都理解了张岚在直播间说自己对孙子孙女非常担心的话 毕竟有一个这样的继父 时常不穿衣服在家中四处走动 对孩子来说绝对是个不小的惊吓 不仅行为怪异 俊俊烈的人品也非常堪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